作词&字幕提供 咦 歌词&字幕提供 唱到谁 天上的红尖跟人一样 会死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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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 freeze tab 从背底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准备要诞生 恒星也是从某种状态之下 才开始要诞生一颗恒星 真的长出来了 小丸子天天捣蛋 天天问一些怪一怪气的事情 因为它还没有稳定 来到像他妈的这个年纪 已经不会搞怪了 是最稳定的时候 就要会照顾家园了 然后总干扰狼 就变成丸子他阿嬷 狼狼研究有显著的改变 这里摔那里头 那里忘记这里忘记 对不对 他阿公忘得比较厉害了 然后呢 狼到最后 难免就要死掉 死掉之后 就只剩一堆吸狼过他 还是有东西要留下来 留下一堆遗憾 恒星的一辈子 也是像人的生老病死一样 是有转变的 我们太阳目前就是属于 丸子他妈的这个阶段 就是最稳定 属于那个中年的 这种最稳定的阶段 不太会变 这就是主续星 我们的太阳刚才强调 今天它就是属于主续星的阶段 所以才会有点跟模 因为我们的太阳 因为我们的太阳现在正处于稳定的一个阶段里头 所以绕着太阳运行的我们地球 才有比较良好稳定的条件 让生物去延化 我们这一颗太阳 我们估计 它的寿命大概一百亿 活到现在当好活一半 五十亿 未来 它就要迈向 丸子他妈 逐渐又很剧烈的变化 最后死了 只留下一孩 所以恒星也是会变化的 这个悲哩阶段 就是我们高一跟高二一开头说的 太阳这颗红星 从什么之中半生 就是星云学说 所以我们的红星 我们的太阳星 就是从星 际 云 气 半中半生 逐渐的长到稳定阶段 就是我们现在逐续星的太阳 我们这颗太阳它最后要死的时候 它就会变好大一颗的红续星 有的恒星会变得更大 红超巨星 有的恒星变到更大之后 甚至会很猛烈的炸开来 亮到不像话 从周外找超新星 总之 不管死得如何 最后一定只剩骨骸 一定都留下中心残骸 恒星死亡之后 所留下来的中心残骸 就是这三种东西 白矮星 我们太阳不大 所以我们太阳的寿命有100亿 寿命算是要长 那质量的大小 质量小的 像太阳是属于质量小的 我们走的死亡的路线 大概是红巨星 by 行这一条路 若质量比太阳大八倍以上的 我们就会走这一条路线死亡 红超巨星 然后超行星爆炸 最后会遗留下宗子星还是黑洞呢 一样看质量 质量很大的 死掉之后留下来的残骸 才会是黑洞 黑洞不是一个洞 就是一个很自密的星球 密度大到不相化的星球 所有的恒星都是从星际物质当中诞生 什么叫星际物质 星际就是恒星跟恒星之间 辽阔的空间 就叫星际 不是真空 它有一些很稀疏的物质 主要以气体为主 分布在其间 这就叫星际物质 那如果这些星际物质 本来密度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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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终于某些原因让它们聚集起来密度开始增加 所以它这些稀疏的密度很小的 开始密度增大 我们就说 哇 那它就变成所谓的星际云气 星际云气简称就叫星云 三种星云 暗星云 反射星云跟发射星云 先来看这一种 这张照片好漂亮啊 这个叫码头星云 码头在哪里 黑黑的 这就是码头星云 这个叫码头星云 为什么黑 很多人会觉得 什么都没有 就黑 不是什么都没有 如果真的什么都没有 我们的宇宙很辽阔耶 什么都没有 那你往这个方向远方 一定有一颗星 什么都没有的话 你应该看到远方的星云 所以你今天看到一片黑 那代表什么 东西打住了远方的星光 这就是大量的星际云气 尤其是尘埃的角度 所以就把远方的星光给遮住 而这些星际云气 这些尘埃自己不放光 却把远方的光遮了 所以你才会看到 黑黑的 所以这叫暗星云 除了暗星云之外 哇 这个也是星际云气 你看到左边这一张像什么 蓝色的这像什么 像不像那个 女巫的侧脸 这个叫女巫星云 啊 右边这个像什么 你看好多花蕊啊 啊 还有一个开的梅天花 现在叫玫瑰星云 蓝的 红的 为什么颜色不一样 这个蓝的呢 这叫反射星云 是星际云气 反射附近的恒星 所发出的光 所以它是反射恒星的光 所以我们看到的颜色是偏蓝 然后为什么这个星际云气是红的呢 就是哇你看这好亮啊 这里头有好多颗恒星 温度很高 所以这里头的恒星温度很高 所以释放出来的能量 把这里的星际云气给加热了 被加热的星际云气热了以后 自己发出能量来 所以才会颜色偏红 这种是它自己发射出来的 所以叫做发射星云 所以星际有三种 这个就是黑的暗星云 蓝的 这是反射附近恒星的光 反射星云 红的是恒星把这些云气气体加热之后 气体热了自己发出来的发射星云 刚才说的我们现在可以用光谱来做研究 所以这些星际云气体我们很远 我们利用拍摄到的光谱 我们就可以合理的去推测 这些星际云气里面有哪些组成 不管是暗星云反射星云还是发射星云 星际云气里面大部分是气体居多 尘埃的量比气体普遍来说要少一点 气体里面尤其用以氢最多亥次 氢是最多的 宇宙中最多的就是氢 星际云气 因为彼此之间的重力 开始互相吸引 互相聚集 所以当这些气体跟尘埃 开始因为重力互相吸引 开始聚集 越聚集 越聚中心 这些气体尘埃它的密度会越来越大 当聚集的密度越大 它的温度就要逐渐升高 同时因为物质开始聚集 所以缩小缩小的同时 它就一定要旋转起来 所以这些云气它就开始旋 中心聚集的越来越多 密度越大 温度越高 当温度高到一千万度以上 大量以氢为主的这些气体 它就可以开始进行和融和反应 就会往外把光跟热辐射出来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说 哇 这里就诞生了一颗恒星 因为它已经开始可以往外 发光和热 所以我们的恒星 就在这样的一堆星际云气 当中诞生 所以就出现了小丸子 又小还不稳定的恒星 同时呢 我们认为会有一些气体或尘埃 刚刚说旋 在那边转 然后可能这些气体或尘埃 以太阳系为力 就会开始产生很多的微星星 然后再不断的碰撞 集结 形成绕着恒星转的 这些大小行星 这就是我们太阳 或者我们认为其他的恒星 都是这样诞生的 恒星它来到了稳定的阶段 我们就称之为它进入主续星的阶段 所谓的稳定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现在的太阳 它就是属于主续星的阶段 稳定也就是它不变了 不变那应该是所有的力量 要恰达平衡 它才会稳定不变 所以这一颗恒星 有很多的气体聚集在这里 所以就会有很大的万有引力 重力 要互相吸引 所以这些物质的重力 来互相吸引 所以吸引就要往中间聚集 所以重力就产生一股 向内聚集的力 造成一个向内的压力 那我们的中心核融合 开始产生光跟热 把物质就要往外推出去 所以这些核融合反应 就是黑板上的这几个字 叫热核反应 它产生了一股能量 就要把它往外推 所以就产生一股向外推的压力 这两种力 向内 重力所造成的 还有核反应 产生的能量向外 这种向内跟向外的力 刚好恰达平衡 刚好达到平衡 它很稳定 这样阶段的红星 我们就叫做主续星 太阳就是处于这样的一个阶段 所以主续星它刚好内外 这样的力道达到平衡 所以很显然 它的体积不会变大 也不会收缩变小 因为它刚好达到平衡 它所发出的光度 每秒发出的重量 也刚好都维持在一个很稳定的状态 所以这种维持稳定状态 我们就称之为叫主续星 主续星就好像人的一辈子里面 来到一个很稳定的中年阶段 所以什么都不太改变了 我们评估哦 新的核荣核反应 在整个恒星的寿命里面 是最重要的 所以主续星它的寿命 大概占了整个恒星 寿命的90% 主续星的阶段可以维持多久呢 那你可以看到刚刚说了 它为了要内外达到平衡 所以显然 如果这一颗星的质量越大 就有越大的重力 你为了要跟这么大的重力 达到平衡 所以你必须要产生一股 相对比较大的 往外推的力量 这个往外推的力量 当然要由 这边所谓的热核反应 轻的核荣核反应来提供 因此 当这一颗星的质量越大 迫使得这一颗星的内部 核荣核反应的速率就要越快 核荣核反应速率越快 我的材料轻 当然相对的 它会比较快 就会被消耗殆尽 当我们的轻被消耗殆尽的时候 这一颗主续星 就到了它受命的终点 它轻和融合 已经不再有足够的材料来提供 那么它往外释放出来的 热的这一股压力就会太小 所以这颗主续星就不稳定 就要迈向死亡 所以我们说了 赫罗图里面 在左上角蓝色的主续星 质量比较大 那记住 再加上黑板的这一句话 那质量越大的星 寿命会越短 那我们的太阳是中庸的 质量不算很大 因此我们太阳的寿命还挺长的 我们太阳的寿命有100亿 所以记住了 一个恒星的寿命长短 是跟它的质量大小有关 到了最终 这一个材料用的差不多了 所以内外的这一股力量就会失衡 内外力量失衡的时候 这一颗恒星就要迈向死亡 那它的死亡路程走哪一条路呢 假如是我们这一颗太阳的话 那你可以发现 轻的和融合使用带进 所以向外的压力变得很小 所以这时候发挥的是什么 重力 所以这时候重力比较大 所以重力比较大 就要把所有的物质往内吸引 重力在发挥作用的时候 就像老师手上的橡皮擦 现在你想像老师 如果把这个上皮擦一放手 上皮擦就会往下掉 原因就是因为重力 所以它在受重力作用往下掉的过程当中 发生什么变化 在你物理学上说 我一放手它往下掉 是不是重力未能要逐渐减少 那减少的重力未能呢 它就转换成它的动能 对不对 所以同样的 因为重力这些物质要往内吸引的时候 它的重力未能就减少了 那减少的重力未能呢 在这里 它减少的重力未能 转换成的能力 就会使得 这一颗原来的红金 温度突然升高 它温度升高到 足以让它产生第二波的核反应 轻使用带肌之后 它就可以进行第二波核反应 HIGH就可以回融合 变成其他的元素 在这样的变化过程里头 我们的这一颗红金 就要体积被撑打开来 它就会变成一颗红巨星 会有多大 以我们这一颗太阳来说 来 我们现在太阳的大小在这里 有没有看到 这里有一个点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太阳的size 我们太阳在死的 在老的过程里面 它会变成一颗红巨星 这么大 它的直径是2AU 所以你认为按我们地球来 我们地球跟太阳的距离是1AU 所以太阳在变成红巨星的时候 它的体积会不断的变大 所以可以撑到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方 水星金星科学家 估计是一定会被它吞进肚子 那我们地球 科学家推山在太阳座 这个变化的同时 会产生一股力量 帮我们地球稍微往外推一点 所以可能我们地球 会被往外推出去一点 那因为它这个体积变大的太快 所以只要气体体积膨胀 温度就要下降 所以我们本来是温度比较高的 黄色组织星 来到这个阶段 我们的表面温度就会降的比较低 我们就会变成天红色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变成一颗红巨星 那外围温度降低 可是它刺热的核心依然还在 所以后来 外围的气体一直被膨胀推出去 就一去不回了 就一直跑 跑到我们的星际空间当中 变成星际物质 留下我们原来这颗恒星的 刺热的中心残骸 那这样的刺热的中心残骸 一流下来 这就是白矮星 我们的太阳 后来所变成的白矮星 多矮小 大概是跟地球一般大而已 所以好小一个 那它是我们原来的恒星 流下来的残骸 所以原来恒星的能量还在 所以它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刺热的 所以温度高 看起来是白色的 从之为叫残骸的原因是因为 它已经没有能力再进行和融合反应 所以因为它没有能力再进行和融合反应 所以它不会再制造新的能量 所以只是原来残留的能量往外辐射而已 所以一开始温度很高 是白 那能量不再制造 只是一直往外辐射 所以它应该会后期 能量释放的差不多了 它会温度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所以后来它温度会降低 所以会有所谓的中海星 就是温度已经降低降低了 棕色的中海星 到后来它能量完全放完了 就不再释放能量了 那叫黑矮星 那刚刚说了 它在这个死亡的历程里面 红巨星外围的气体 就继续膨胀跑出去 回到心机空间 留下中心残骸 这样的历程呢 其实我们是可以观察到的 这就是我们观察到 摸一颗恒星 它就是在经历 这一个阶段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一堆就是恒星 外围的气体 开始往外 往外跑 就会留下一个中心残骸 白海星 然后这一颗星 大部分的物质 都被往外 膨胀推出去 又回到心机空间 又是我们的心机物质 所以死了 就沉归沉 土归土 诞生的时候 从心机物质当中 诞生恒星 恒星死亡之后 大部分的物质 就是也像这样 回到我们的心机空间 这就是像我们太阳这样的 质量的恒星 大概是走这一条路线死亡的 像我们太阳的质量 科学家说 大概是我们太阳质量的 0.4倍以上 8倍以上 那如果那一颗 恒星 跟我们太阳的质量来比 它真的小 它只有太阳质量的 0.4倍以上 那这样的一颗恒星 在死亡的过程里面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刚刚说 太阳这颗恒星 它会有红巨星的阶段 是因为我点燃了第二波的核反应 制造出大量的能量 把它往外 膨胀飞出来 那如果我原来的这颗恒星 质量太小 所以它收缩的时候 重力未能所转换出来的热不够多 所以它是没有机会点燃 害的核荣核反应的 所以它就不会有机会 有足够的能量把它撑开 把它膨胀 变成红巨星 所以它就是直接 一直搜索一直搜索 它就直接搜索成一颗白矮星 所以如果质量太小的恒星在死亡的过程 它是不会有同巨星这个阶段 直接搜索成白矮星 那如果质量比太阳大很多倍的呢 来 所以看另外一条路线 就如果那颗恒星的质量 比我们太阳大八倍以上 那我们说这样的恒星寿命比较短 因此其实我们已经看到很多这种现象了 因为它寿命短 所以很早就死了 我们可以观察到 质量是太阳八倍以上的 质量大碎同比 它在主续星结束之后 它氢核融合释放出来的能量少了之后 重力把它往内拉 因为质量太大 所以它重力 它说释放出来的热就会非常的高 所以点燃第二波的氦的核融合反应 就会让它 哇 膨胀的更快 膨胀的更大 它就变成一颗红超矩星 但因为它内部的温度太高了 所以它除了进行氦的核融合之外 还可以再进行下一波的其他的核融合反应 所以它可以进行更高阶的核融合反应 目前我们认为 如果是质量这么大的一个恒星在死亡的过程 它里面的核融合反应 最后最后最后 应该可以核融合到像铁这样的元素 本来只有氢跟氦原子区是1跟2 核融合反应之后 我就产生越来越多的 所谓的原子区越来越大的重元素 在我的原子区大于1 我们都叫重元素 所以我们就能够不断地核融合 产生原子区更大的 有3的、4的、6的、8的、16的、32的 最后最后 我们认为 恒星的内部在这个阶段 可以到核融合反应 可以制造出铁这种原子区相当大的元素 极限我们认为就是倒铁 所以它启动了更高阶的核融合反应 所以它后来这些更复杂的核融合反应 释放出相当多的能量 释放出的能量相当的多 所以就把它爆开来 所以它就会有所谓的超星星爆炸的阶段 它就会整个爆开来 它整个红星爆开 所以我们看到它刺热的 比较内层的部分 看起来非常非常的亮 在宋朝的时候 还有同样时间不止中国 其他的地区的人 都看到说 天空怎么突然多了一颗很亮的星 不止夜空看得很清楚 那一颗突然亮起来的星 亮到连大白天都清楚可见 以前的人看到它就是 突然有一颗星亮的不得了 所以以为是新的一颗星球诞生 所以称它叫星星 实在是太亮了 所以当时就把它取名叫超星星 那其实它并不是一颗星的星球诞生 它是反过来的 是一颗质量非常大的恒星 死亡的时候回光返照 然后爆开来的 那么这一次的超星星爆炸 刚刚说了我们人类的那个文明历史里头 很多地方都观察到就是这一个卸壮星云 这就是当时超星星爆开来 到现在还在进行当中 那么观察到它 突然之间亮起来是 西元1054年观察到的 就是宋朝的那个时候 那它就开始超星星爆炸 一直到今天我们测量到 它外围的物质抛回我们的星际空间 速度1秒1500公里 所以你看到这些云气 这些星际物质 就是被它推出来 它留下来的中星残骸 密度非常的大 称之为中子星 中子星一般就叫脉冲星 因为当时我们观察到这种星体 就是有所谓的脉冲的现象 那些现象我们这里就不介绍 那何为中子星 这一颗星球刚刚说的是 我原来的恒星 所有的物质往内 重力互相吸引 它缩而成的 它的重力太大 引力太大 地球上的物质 原子核里面是带正电的子质 跟不带电的珠子 原子核外是带负电的电子 它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它说的太厉害 引力太大 所以连外围的电子 都被拉进原子核里面 跟原子核里面 带正电的子质结合了 变成不带电的中子 所以这一颗残骸 这一颗星体 它里里外外 都只有中子 你看它的重力 大到如此的程度 那假如 我原来的那颗红星 质量在更大 它操心心爆开来之后 留下来的中心遗憾 就会重力更大 使得它的密度更大 重力大到 如果我们认为 连光线都无法逃脱 所以那样的星体 我们就称它叫黑洞 那这张图片 为什么黑洞这样化 因为黑洞 它这一颗星球上的光 都无法逃脱它的引力吸引 比如说刚刚 老师拿了一个橡皮擦 如果老师橡皮擦 往上飙 到了某个高度 重力就把它拉回来 如果我用力一点 出速度快一点 我就可以丢高一点 最终 它还是被我们地球的重力 拉回来的 所以你物理有想过吗 如果要能够 离开地球的重力 我们的重力终于拉不回来 它终于离开我们地球 出速要多快 这叫逃脱速度 地球的重力 要逃脱的话 出速大概每秒12公里 那火箭 只要力量够大 制造一个出速 大于每秒12公里的 像皮擦一丢上去 就可以不会被地球的重力 拉回来 所以它又可以离开地球 对不对 那如果这一颗星球的 引力重力更大 那你的逃脱速度 就要越大 如果这一颗星球的 引力重力大到 连光速这样的速度 都无法逃脱这一颗星球 那我们现在所知 最快的速度 就是光速了 以光速飞出去 都还要被它拉回来 这样的星球 就叫黑洞 因为连光 以光速 都无法离开 这一颗星球的引力吸引 所以这就是黑洞 之所以会取名叫黑洞 是因为我们评估 这个星体 连光我们都不可能看得到 因为它没有任何的光可以逃脱 所以黑洞照理说 我们应该看不见 不过这张图 为什么这样画 大部分的恒星 都是所谓的双星系统 像我们太阳是单星 我们是只有一颗恒星 其实更多的 我们观察到的都是双星 就是两颗恒星一起形成 然后互绕 这两颗双星恒星 一定有一颗质量大一点 相对 刚刚说质量越大 寿命越短 所以这是双星 其中一颗星质量比较大 死的比较快 它先死 它死亡的时候 如果刚好是形成一个黑洞 然后另外这一颗恒星 的物质在它的引力的范围内 所以它的物质就会被吸引进去 那就好像 哎呀 那边有一个强力磁铁 你身上刚好很多磁性物质 你靠近这个磁铁 太近的时候 磁力就把你拉过去了 你实在很不愿意 你就 啊 你就会尖叫 所以这就是 这一颗恒星的物质 要被 黑洞的重力 吸引进去 的时候 它一边往下掉 一边 所以就发出 辐射 所以我们现在是 藉由 这些物质往下掉的时候 所发出的辐射 来观测到 黑洞的存在 而不是黑洞本身 黑洞本身 我们观察不到 整个恒星的一个 寿命 一辈子的演化 整理成文字 大概就是黑半相 这个简化的表格 所有的恒星 都是从星际物质 原来是稀疏的气体 跟少许的尘埃 开始因为重力 而互相吸引 所以他们的密度 逐渐增大 变成星际云气 星际云气 在因为彼此的重力 再相互吸引 让它开始凝聚 体积缩小 然后开始凝聚 密度变大 温度升高 它就可以诞生出 一颗恒星 那我们的恒星内部的 合荣和反应 来到一个不稳定阶段 那不稳定阶段 当时呢 就是合荣和反应 向外释放出来的 向外压力 跟重力要往内拉 所造成的这个压力 内外达到平衡 那我们就进入主续星阶段 一颗恒星 大部分的寿命都在主续星的阶段 占在百分之九十的长度 然后不同的质量的主续星 它的死法会不一样 蓝色的主续星就是质量比较大 红色的主续星是温度比较低的 如果质量是太阳0.4倍以下的 那我们刚刚说质量不够大 所以它 它说的过程里面 没有产生足够的能量 所以它一直它说 一直它说 一直它说 外围的物质 层归层 土归层 又回到星际空间 那如果像我们太阳这种质量的恒星 在它说的过程里面 重力转换成的能量 使得这颗星的内部温度 会再度升高 而让它可以进行 害的核荣核反应 所以它就会开始膨胀 因为气体膨胀 然后温度就会下降 所以表面温度就会降到比较低 变成红巨星 那既是不断的膨胀 所以外围的气体 就不断的跑出去 外围的物质跑出去 又变成星际物质 留下中心很小颗的 刺热的遗骸 那就是白海星 只要叫遗骸 就是它都没有能力 再进行任何的核反应 所以不会再制造任何的能量 所以只能叫残海 那如果质量比我们太阳大八倍以上的 那它重力它说的过程里面 释放出的能量更多 所以它就变成红巨星 然后它就可以有更高阶的核荣核反应 后来就会制造出巨大的能量 就把它给撑爆 它就变成超新星爆炸 爆开来以后 大部分的物质又成归成土 归土又变成星际物质 留下来的中心残骸 命度极大 重力极大 可以是中子星 或者是重力更大的黑洞 这就是宇宙中我们所了解的 恒星的一个生命并死的演化过程